那么今天这个社会的最大的麻烦事情 就是不难兴受 传统东西这么好 为什么不相信 这不能怪他 这是历史上造成的 不是某一个人 最近一百年了 没有人去做 没有人去学 一百年的时间 不算很长 但是也不短 造成了今天的事实 现在赶紧救还来得及 从哪里就起 从我本身就起 我自己要不能做 怎么能够影响别人 我要把笑题中心做出来 把仁爱和平做出来 把离意廉迟做出来 把仁爱 信义和平做出来 不做出来 没人相信 做出来 我讲 大家相信 能帮助人 对传统文化有了信心 初步的效果就达到了 相信的人多了 相信的人多了 真干的人多了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就可以复兴 带给个人 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美满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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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安定 政治亲民 传统文化 不是一个地区 绅士 而是全世界的绅士 太平绅士 这是元件 我们这一生 看不透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百年之后会见到 只要我们这少数人 努力 遵守 闲守过思 修华言二指 妄精还原观当中讲的 似得 这个似得是戒律 第一条 随语妙语 在今天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不随语怎么办 不随语日子不能苦 妙语是 妙语是不着想 似上样样岁月 心上干干净净净 决定不要把外面的似 放在心上 这叫妙语 心是亲近平等局 似火光通臣 跟什么人都能 很好地相处 我尊敬他 我样样让他 要用我的心心去感动他 菩萨了 不是凡人的 妙用就是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不妙了 放在心上就生烦恼 不放在心上 生智慧 为什么不放在心上 因为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自己深烦恼 把这句话多念几遍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 所以应当放下 虽然放下 还要做样子给人看 唯一有彻 思想言语 一举一动 都要给别人做好样子 要把摄像做出来 把地质规做出来 把感应片做出来 把六合金做出来 是社会最好的保养 你能感动人的 你能教化众生的 那么再提升 那就是 菩萨的六度 普贤大肆的十大愿望 那就不是凡人了 大肾人出现在世界 谁去做 要求自己去做 不要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 你永远会奢望 只有要求自己 陈胜陈贤 陈胜陈贤 有很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就让我们去做